所以我们看 当时叫福克闹革命 原来战争与和平 静静的顿和 安娜卡丽琳娜 这个这个这个 雨果的这个这个这个 等等的小说 巴尔扎克的小说 红楼梦 全部都作为文革的时候 都为资产阶级这个东西 烧掉的 处理掉的 但是大学的这个图书馆 到底比较文明一点 他这些书没有烧 没有烧 结果叫福克闹革命 福克闹革命 福克闹革命就图书馆开始开放 结果后来我们查了一下 福克闹革命 第一批冲进去借书的 把这些图书馆的 所谓当时叫资产阶级 作家的作品 全部借光 全部借光 所以你就不能想象 我们今天对文革的理解 对革命的理解 我们看到革命的多面向 文革的多面向 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状态 我们今天的文革研究 非常脸谱化 非常脸谱化 我不太喜欢用妖魔化 因为妖魔化本身具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了 我就讲今天的文革 具有非常典型的脸谱化的倾向 我们今天的电视 我们今天的电影 我们今天的小说 写文革 都是那么 那个 Shanhaniq Yongsel 对吧 很善很湿的样子 全部是刚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实际上 文革的多面向 它实际上是 它的温柔的一面 它的 它的委婉的一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面向在这里 所以我们说 到了67年68年的时候 从社会底层当中就有一种新的神秘倾向出来了 悄悄的流动着 对吧 构成了民间的一种渴望 而且表达了一种民间的立场 所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民间的一种神秘取向 开始渐渐的瓦解 渐渐的消解 这个宠有的神秘 在这种变化当中 社会的神秘取向 渐渐的产生的蜕变 产生的蜕变 革命就是这样 情况就是这样 形势就是这样 下面我们讲的具体一点 讲的具体一点 一身军装 那么宠武的 革命造反派的一种 一种军队的红卫兵的形象 他成为革命造反派的身份符号 实际上这种符号到1976年都是有的 他一直带着一种革命造反的符号 一直带进去70年 他主要在一批国干分子 结局分子当中 他是到追捧的 但是我们知道 一身军装 在这个新的神秘取向 过来的时候 因为他是带着一种革命造反的身份认同 他还是 还是 就是作为一种主流的一种审美取向 他还是存在着的 还是存在着的 我并不是说 我讲在民间起来以后 就把这个主流倾向给完全打垮了 没有没有 真的是没有 他仍然作为一个主流倾向 在流动着的 在坚持着的 一直到76年 一直到76年 但是我要说 这种主流的 与宠武的神秘倾向 在渐渐渐渐渐的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 包括一身军装的变形 变形 我们来看 这张图 这是什么 这是假军装 这一方面反映了 一身军装 宠武的审美 在群众当中 还有流行 对吧 还有崇尚 所以爸爸妈妈 给小孩子 做一身的假军装 那有意思吧 对吧 然后你看这是一个 文革后期 战备的时候 上海的小学生 在进行防空的演练 也都穿一身假军装 假军装 所以这一方面反映什么呢 这一方面反映 就是一身军装的流动 它主流的意识形态 它仍然存在着 但它不断在变形 不断在变形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后期的 红小兵的假军装 还有上海的知青 68年上海知青下乡了 知青下乡有几种模式 一种是去插队的 到公司的去插队的 变成农民了 还有一种上海下乡 是到军肯农场的 军肯农场的 军肯农场的 这批人呢 当时要到东北去 到河洞江去 啃啃说边 为了表扬他们的这种意志 赞赏他们的这种举动 所以呢 当时呢 也都做了 给他们发的这个军大议 所以了 这个时候的军大议 就是给知青发的军大议 绝对两种 第一种 是这个知识啊 就是这个军装的知识啊 款识啊 已经不是当时解放军 正式的知识了 改变过了 不是 就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当时 68年 他比如说68年69年 那个知识 他是仓库里的 55年的知识 58年的知识 这仓库里的旧货 这个知识已经不对了 就是不代表了 把谁了已经 把谁了已经 已经不算了 但他仍然是军装了 对吧 但在概念上 在部队的概念上 已经不是真的军装了 对吧 发给他们 这个发完了以后呢 怎么办呢 后面还有资金上来 怎么办呢 就买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兵盘啊 制作 买壶绿的布 来做这个 这个 按照军装的样子来 军联衣的样子来做 做成这个军联衣样子 但是这个布呢 不是军装的布 是绿布 不是军装的布 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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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布的历史上呢 都是假军装了 假军装了 所以这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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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他仍然表示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主流的 这个一身军装的 还是 还是在流行的 在流行的 这个我们说 并不是说 我们有后面的民间的起来 就一身军装 但是他在流行当中变形了 变形了 这是一种 一种情况 一种情况 二种情况是什么呢 是当时的一些 革命干部子弟 革军子弟 要革干子弟 他们本身家庭 出生的军人家庭 出生的干部家庭 军装来源比较方便 比较多 但是你需要的 这一批子弟啊 文革初期的时候 他们 他们是打人的 他们是造反的 或者说 不是造反的 他们是 这个去 作为红军兵 去冲击我们家的 但是革命啊 到了月份的时候啊 突然他们发现 自己家庭也是冲击了 就他们的爸爸妈妈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啊 被打倒了 所以他们从 一下子从天上 掉到地上 他们从一个 红武类的子弟 一下子变成一个 黑武类子弟了 但是尽管这些家庭啊 比老的势力分子 比老的子双经济 他们还是心里有一种荣耀感的 他们竟然被打倒了 心里面还是很不服的 所以这样一批隔军隔干子弟啊 他们尽管家里遭遇了 但是他们心里很不服 所以呢 他们要向社会啊 显示自己的出身跟身份 同时要发泄自己的情绪 同时迎合 社会小市民的情谋 所以这批干部子弟啊 开始啊 这个军装我告诉大家 你们知道吧 有不同的知识 还有什么 四个代代是干部 两个代代是战士 是有这样子的 是吧 上升军装的 没有代代的是战士府 有两个 四个代代的是军官府 还有 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对校官 校官就是 少校以上的 发过 将校泥 发过 泥的 黄 这个深黄 有点带有 深黄色的那种 将校泥 就是将将军 跟教官 礼服 穿的是一种 将校泥的服装 是军装 这个是非常 那个 都是压在箱底下的 不扯得了 不扯得了 就是 将校官 要震慎 这个 重要会场上的时候 他们穿的 这时候 这批子弟啊 拿出来 把将校泥啊 从八八的箱子里 翻出来 弄在身上 弄在身上 他们要显示自己的身份 发泄自己的情绪 要迎合小社会 市民社会的情目 加上他们的时候呢 不是我们看到电视里面 那个江文盘伦拍的 什么 什么 那个激情燃烧的 阳光灿烂的岁月啊 什么东西啊 对吧 然后那部13型的自行车 前面加个双铃 然后穿了一个什么 回的鞋 高帮回的鞋 背了个书包 哗 打起来 然后窜啊 双铃 这么骑啊 非常神奇 显摆虚荣 显摆焦荣 所以我们说 这个军装呢 这时候呢 所以这批人的身份显现啊 他们拿出来 拿出来 那么还有一些 在上海 有些所谓流分析器的小市民呢 他们对军装 他们来没有军装 用不到军装 所以呢 不管什么服装 不管是四个代代的 还是两个代代的 不管这里有没有尖章扣的 还是没有尖章扣的 小 这个小流氓啊 说明当时一身军装 在上海是很 这个来源很少 但是这个主流的东西还在流行 尽管有变化 他们把它变形了 所以这时候呢 一些小流氓啊 也全方被弄到军装以后啊 就上身穿着军装 下身穿着黑宝裤 黑杆裤 黄包裤 一副这样的一个打扮 非常邪气的打扮 他们都戴军帽的 我告诉你 这个军帽啊 小流氓戴军帽啊 所以当时上海啊 有抢军帽的自从 有些人戴了军帽 自己一张哗哗起过去 啪就拉掉了 哗哗打了宝了 抢军帽 偷军帽都有的 那么这个军帽呢 他们戴的时候啊 这些小流氓戴军帽 绝对不是单单真正戴的 不是这么单单真正戴的 他们就穿了 那个军帽啊 要么把这个脚啊 把脚 把这个脚啊 撑起来 把这个脚撑起来 要么呢 把这个 这个前衣 帽子的前沿啊 把它拖起来 拖起来 就像国民党的 大概帽一样 但它不是大概帽 就那个布的帽子 它高高把它拖起来 所以呢 有的把他变成八个脚 四个脚这样鼓起来 所以呢 这种的那个小流氓的戴军帽啊 他是用这样的变形 来表达一种反叛的身为取向 所以这里面很复杂 他就认同这个一身军装的一种存无的身为 他是又把它变形 又把它扭曲 他表示一种反叛的取向 反叛的取向 所以我们说 一身军装本身 在社会流行当中 他也不在那里出现变形 所以这是一种自动变形 也是一种存无的身为的对变 他不是走向他的对面 而是走向他本身的设真横变态 一身军装从无的身为 他走向对的面 走向小资的身为情调 是吧 更加滑贵 更加性感 更加色彩 他不是的 他不是走向他的对立面 他是走向他的 一个本身的设真正变态 所以以致革命跟战斗的意味呢 就被一种浮华的 被一种荒诞的倾向所取代了 所以我们说 一身军装本身 他也在变形 也在变形 这是我们讲的一身军装的变形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侧面 就是我们说 一身军装变形以外的 老三色 老三庄的这个千人一面的状态 这个千人一面的状态 就我们刚看到的照片 这边是一身军装 那边是一身蓝 一片蓝 一片蓝 一片黄 一片绿 一片灰 宫装 中山装 军殿装 男女都这样 两人三 这样子的 那么这种 千人一面的 这种方式 怎么变化出来的 在文革当中 后期 中后期 它怎么会产生变化的 我跟你说 这就两个 第一个 上海人的聪明 上海人的经典 上海人的 爱美至心的 聪明的经典的表达 我跟你说 上海的至亲 到北方去了 发着军大衣 肥肥的 厚厚的 穿得像一个 同样的裹在这里 当然很暖和 你要到北方去了 这个舅妈 这个阿姨啊 哎呀 弄个鸡大衣 来来来 我来帮她弄一弄 把把把把 腰有人给说 把把把把 这边领着 加一个 加一个 那个提别 哦呀 这个军大衣 本来是很臃肿的 你穿上去 哈 很翘然 因为腰说过了 对吧 胸这边突出来了 领着这边 加一点 加一点 那个蹭铃 哎呀 很很很很 变得很很 很适合她的身材了 然后呢 上海人到北方去以后 当时被北方人骂 他说这个女孩啊 今天穿了一个 这个这个白领 明天穿了一个蓝领 对吧 后天穿了一个红领 后来他们家 你知道吧 是假领子 是假领子 背后是一个领子 人家一看 哦 这个人衣服好多嘛 实际上是个假领子 当时北方人嘲笑 北京人嘲笑上海人 结果后来 过了几年以后啊 北京人啊 叫上海的同学啊 到上海来回家探亲啊 都要给他买这个领子 还有上海人很聪明啊 哎 不仅假领子 在上海很有名啊 还有人叫什么 有一件毛衣 这个毛衣 这个毛衣呢 他叫家里呢 舅妈啊 姑姑啊 哎 这些小的绣筒 小的绣筒 就这么一件毛衣 用这个沁钉啊 爸一庆 今天这里换一个蓝的绣领 明天换一个黄的绣领 后天换一个红的绣领 还有毛衣有三件 实际上呢 他就换了一个绣筒 换了一个绣筒 所以呢 当时呢 北方人开始很嘲笑 但是过了几年 都向上海学习 叫上海的知青啊 回到上海来买甲领子 买甲领套 还有些微博 当时在上海有些蓝的 红的 这种 这种微博 也是很流行 所以呢 都在上海买 所以呢 上海人的这个领袖风采 领字跟绣 叫领袖风采 他的色彩 他的色样 他改换了三维的尺寸 点缀修饰制成的装束 改变老三色 隔变老三装 他使得变得清丽一点 俏丽一点 这上海人在这里 很聪明 很经典 他的审美取向 表现得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这是上海人的一个方面 而整个文革期间 伴随着一身军装的 老三色 老三装 这种身样 根本性的变化 是六七十年代 上海的化迁产业的 非要发展 上海的化迁产业 棉坊之业 到了六七十年代 大规模的改换成化迁产业了 化迁产业了 当然现在我们中国人 还是要棉的 希望棉的 那时候你晓得 地区粮 井轮 文艺轮 等等等等 那是很时髦的 又老 又好看 又鲜艳 又不要布票 当上海买东西要票 他不要布票 或者很少的布票 所以呢 上海的当时六七十年代 新的化迁产业 产生的什么 秤库啊 围巾啊 什么那个 这个牛 那个牛啊 棒针线啊 什么地区粮 这个是滑达泥啊 什么等等等等 大规模的投放市场 投放市场 根本性的改变 是整个化迁产业的费药发展 我们来看 当然 我估计 我想 这一定是一个摆拍的 一个照片 状态 一个状态 它是色彩非常丰富 花色非常俏丽 也是 非常有劳度的 所以当时的化迁产业 在上海 非要发展以后 很大程度的改变了整个装束的面貌 改变了装束的面貌 所以同时呢 因为这些化迁产业 它又柔软 又色彩鲜艳 又手感好 又劳度强 又挺挂 又很少 又布票 所以非常受欢迎 非常受欢迎 这个 两件事情 我告诉你们 一个 毛泽东文革当中 两次南巡 有一次南巡 毛泽东的火车到上海 停在龙滑 结果车上的女列车员 集体的向毛泽东请假 毛泽东说干什么 他们说到南京路买地球粮 到上海去买地球粮 你们看中国的 看上海的仿制制 你们看上海的仿制制 结果发现 很大很大一个数量 数量 上海的这个 这个数量 是流到 流到外省去的 流到各地去的 有外籍人 因为他不要布票 或者是很少的票 所以他大规模 到上海来抢购 来抢购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真是天意啊 真是天意啊 8月18号 毛泽东穿了军装 在天安门广场 接见红卫兵 两年以后的 68年8月18号 恰恰是毛泽东 接见红卫兵 两年 南京西路 红云服装店 出售地球粮 进了一批地球粮 消息老早走 后门走掉了 大街小都传了 顶尼体 他们这里买地球粮 第二天啊 排队的好多好多啊 等着开店啊 对吧 比如八点钟开店 五点钟 六点钟 七点钟 就排了好多了 就等着开开店 八点一开 几百人哗洪进去 前面是玻璃柜台 八玻璃柜台冲垮 玻璃柜台 啪啊 玻璃碎掉 后面人啪再冲上来 好了 造成几家事故 压死一个人 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公布过 没有公布过 天意啊天意 8月18号 所以我们说 上海的这个千人一面的老三社 老三庄的这样的一个辐射的改变 它一个物质上的变化 是六七十年代上海化迁产业的升级换代 当然随着革命的进展 上海市民的小资的审美情调 重新都在换发 上海市民审美取向的升级换代改变 都是很大的关系 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说 上海服装业的升级换代 迎合了人民消解千人一面的意愿 以利于人的咸阳大方明亮和亮丽的审美风格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审美千人一面的一个化解 感谢观看